刺说新于选 刺说新于幽明录等书 文笔简洁 为世人所推崇 一 逃宫少时 坐于良力 常以甘榨祥母 母风榨父使 反书则侃曰 辱为例 以观物见相 非为不义 乃增无忧也 二 华心 王朗俱成传避难 有义人欲依附 心则难知 朗曰 性尚宽 何谓不可 后贼追至 王玉舍所惜人 心曰 本所以以 正为此而 既以那其自托 宁可以吉相弃邪 遂西整如初 是以此定华 王之幽劣 三 谢太傅含雪日内集 与儿女讲论文艺 额尔雪奏 宫心然曰 白雪纷纷何所似 兄子胡儿曰 撒盐空中 插可你 兄女曰 未若柳旭音风起 恭大笑乐 四 可有问臣济方 足下家君泰秋 有何功德 而何天下崇明 济方曰 吴家君辟如贵树生泰山之阿 上有万刃之高 下有不测之身 上为甘露所沾 下为渊泉所润 当思之时 会树烟之泰山之高 渊泉之身 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五 陈泰秋于有其行 其日中 过中不至 泰秋社去 去后乃至 原方十年七岁 门外戏 客问原方 尊君在部 答曰 代君久不至 已去 有人便怒曰 非人哉 与人其行 相伟而去 原方曰 君与家君其日中 日中不至 则是无信 对子骂父 则是无礼 有人残 下车引之 原方入门不顾 六 过江诸人 每至每日 折香妖心亭 借会饮宴 周侯坐而探曰 风景不舒 正自有山河之意 皆相似流泪 为王丞相悄然变色曰 当共陆立王室 克复神州 何至作楚求相对 一 二 一 二 二